台泥在中国大陆11长假之前释出的涨价讯息 虽然长假结束之后客户因为涨价而订单减缓 不过目前看起来整体需求还是维持向上成长的 法人预估台泥在中国大陆第四季单月发货量 有机会站稳420到430万公吨 计增将近一成 而且单季获利可望上看4.3亿元人民币优于预期